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西方领导人谈到对华经济关系时最常提到的一个关键词 没错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产能过剩 最近已两个月以来美欧政界在谈到中国时几乎都绕不开对产能过剩和政府补贴的指责 即使是被批评嘴上说去风险 实际上仍然十分重视对华关系的德国总理肖尔茨也在今年4月访问中国时强调 他欢迎来自中国的汽车但前提是要公平竞争 那就是不能有倾销生产过剩和知识侵权现象 中国方面则是坚决地驳回了一切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 七国集团炒作所谓中国的产能过剩企图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设限 这事实上完全背离了事实和经济规律 本质上是保护主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理议 各位好欢迎回到DW德国之声中文YouTube频道 什么是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吗 当西方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时 他们在意的究竟是什么 当下与产能过剩的讨论最为密切相关的 那就是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美国已经祭出了百分之百的高关税 那如果欧盟继续跟进 整个世界是否会陷入一场关税大战或者是补贴竞赛呢 如果您也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那就请锁定本期的一看你就懂 产能过剩 英文是overcapacity 德语叫做übercapacitate 简单来说就是指实际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方说德国之声员工食堂平均每天有大概1000人来用餐 但是厨房却拥有足以供应2000份餐食的设备和厨师 那这多出来的供应能力就是产能过剩 那照这么说我们食堂主管为了扩建厨房所投的钱就都打水漂了吗 俗话说的好办法总比困难多 虽然我们自己的员工数量基本上就那么多 但是我们附近呢 还有联合国德国DHL总部以及其他机构 如果让他们的员工也来德国之声食堂用午餐 那么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一下子迎刃而解 如果我们把产能过剩的现象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的范围 那就是一个国家在某些产业的产能远远超过了本国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减少产能降低产量的话 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口 在国际市场上消化掉自己过剩的产能或者是产品 勒歇尔教授是德国法轮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中德中心的联合主席 他认为西方对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是个伪命题 尤其作为出口大国的德国更是没有立场去指责中国产能过剩 他以历史为例阐述了产能与出口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ぜ从美国操续 PCs CPU 这位宏观经济学家还做出了一个有趣的比较 从出口产品价值 占总体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来看 真正的世界出口冠军 不是中国而是德国 我们的经济总体的经济总体是20% 在美国的经济总体的数字 在我们的经济总体是40% 那就是我们比较更远 我们有更多的能力 比较在中国的情况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 中国存在产能过剩 而且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早在十多年前 学术界就有过不少相关的研究和讨论 比如中国社科院创办的期刊杂志 经济研究 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就分析了潮涌现象和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其中提到了中国在钢铁水泥等一系列主要行业 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 以及在09年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 使得大量的资金流入业已过剩的行业 进一步加剧过剩问题 亚各布·刚特是伯利·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首席经济分析师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经济战略和产业创新政策等等 他认为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 当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上升或者某项新的技术出现时 许多公司都会尝试想要进入这个领域 想要在市场利润中分一杯羹 然而当过多的企业一拥而上 就会出现过度投资导致供应超出需求 产品价格下降 这时候一些生产效率较低 经营不善的公司就会被市场淘汰 比如提到手机品牌 如今千禧一代的年轻人 可能只知道苹果、三星和华为 谁还记得像摩托罗拉和诺基亚这样的时代的眼泪呢 但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之下 这种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并不能正常运行 一些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 比如中国的大型钢铁厂 基本都是国有企业 大型钢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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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它是OK的 它们是很大事的 因为它们是非常大事的 因为它们是不一样的关注 因为它们是不一样的关注 这会变成了一个问题 因为因为 因为在英国的石油 或者在日本的东西 或印度上 对他们要有利的 所以 所以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观众要问了 如今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企业磨刀磨磨磨 可是我们熟知的那些新能源汽车大厂 比如比亚迪、蔚来、理想等等 也不是国企呀 您说的没错 即使没有国企的 所谓不怕破产的金钟罩护体 包括新能源、电池制造、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 这些领域的私营企业 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 除了实打实的政府补贴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优惠待遇 比如说更容易获得建厂用地 上游产品价格优惠 融资成本更低 上市门槛更低等等 不一而足 外界在看待中国的时候 倾向于将其视作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 但事实上 很多地方层面的因素 也对催生中国的产能过剩功不可没 每个省每个市可能都有一些重点扶持的明星企业 因为他们的成功既能带来丰厚的税收收入 也能给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增添光彩 既然产能过剩不是今天才有 也不是中国独有 那为什么十几年前 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的时候 西方国家忍住了 数年前 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的时候 西方国家也算是咬牙忍住了 而到了电动汽车领域 产能过剩的时候 西方国家终于就忍无可忍 不愿再忍了呢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两位专家都认为 在应对中国产能过剩这方面 美国和欧盟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拿电动汽车来说 拜登宣布推出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 这听起来非常吓人 但实际上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只有12000辆 那么从欧洲视角来看 过去中国的产能过剩 通常发生在一些非常传统的低附加值行业 比如钢铁产业 大量廉价的中国钢铁产品涌入 当然是给欧洲的钢铁制造商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当时欧洲的钢铁工业规模并不算大 雇佣的人数远远低于汽车制造这样的支柱产业 但益性的价格上来显得上 区别的平息 是美国易软价 UK的品牌 而产线等货本货协就是货本货本货本货的 而产生产产来加以防的水平 因为它货本货本货的硬吃货本货本货裙 这个比较高工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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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的激劲 peg吽本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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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用了 在自动车业业的经济区域 还有有数千多亿 在自动车业业的经济区域 这些是更危险的地方 在这边有恐怖的 在自动车业业 美国会发展到 相当相似美国的一年代的一件事 除了就业岗位之外 这些新兴的产能过剩产业 都具有更高的技术附加值 也涉及到欧洲的经济支柱和未来产业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要说 欧洲为了保护自身经济与安全 会毫不犹豫做出强硬的抉择了 现在问题来了 加征关税能够解决中国过剩产能 给欧洲带来的负面影响吗 从短期来看 因为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的价格提高了 这确实能给欧洲的本土汽车制造商 争取到一些喘息的时间 防止他们因为过度的竞争而倒闭 保障就业和社会稳定 然而中国的产能过剩还会存在 前面提到的那些催生过剩产能的体质性因素 恐怕在短期之内也不会消失 是这么说,有非常有压力研究 例如在联产的交易军 地雷割 瓶来证明 许多数研究 这些研究 vapor质量 他们现在冲发生了 这是整个关税的问题 因此出现了 我怎么说 这些制作评指楼 和中国瓶化 以总理肖尔茨为首的德国政府 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关税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主要也是因为 中国市场对于德国汽车产业来说 太重要了 如果北京决定以牙还牙 也对德国汽车价征进口关税 那么双方可能会陷入一个双输局面 当然了也有观点认为 鉴于大众等德国车商 在中国的本土化已经很强 中国祭出报复性关税的可能性并不大 而最重要的是它会很难够 to quickly adapt to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in China. It's unfortunately a common reality that a lot of the different instruments and measures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adapts on trade policy, they tend to be very narrow and very specific because they don't want lots of instruments that can be broadly interpreted. The problem is Chinese companies are very good atfinding ways to how these sorts of things 我们刚才提到 拜登政府对于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百分之百关税的政治意义 大于经济效果 那么如果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 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欧洲是不是更加难以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寻求平衡了呢 这就是一个世界上我们的活动 就是《geo-economics》 就是这样的叫做 这就是政治和经济的目标 这就是不仅仅是有一个经济的目标 我擔心的事情会发生,在其中一段时间的事会会发生, 那欧洲必须要取得更加 blunt的行为, 而是要有更 precise的方法。 可能是必要的, 在中国的方式行动。 但是,它将会出现很多政策, 和很 complex的谈论在欧洲, 您认为围绕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争论出路何在 对于未来的中欧关系 您是更加悲观还是更加乐观呢 而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又会对此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各书几件 以上就是本期DW德国之声 一看你就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看完这期视频 您能够对产能过剩这个话题的欧洲视角有更多的了解 点赞订阅固然好 独立思考价更高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